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因为日前力挺奥运中华队选手 并称他们为国首 说他们回来后要请他们喝茶 遭到大陆网友的控批说他搞分裂 之后就租四家中国品牌解除代言 据说代言费用的损失达到新台币3200万元 直到我做这次的直播 都没看到小S有没有出来道歉 或者现在是在痛苦当中 台湾名嘴虎令发表看法 他说先来劝小S不要太难过 更加称你的损失比马云少得多 又说如果中国不爱你了 你还有台湾可以爱的 有网友认为名嘴虎令这番话在反奉小S 留言表示这个虎令是高级孙 好 好了 我也觉得这个虎令实际上是高级孙 小S 当然了 这件事 台湾也有人支持小S 所谓支持的意思就是 大陆那边的小粉红是不对的 力支持你 但是这个究竟对小S来说 你力支持他究竟是 叫做帮他还是害他呢 他究竟想不想台湾人支持他呢 现在不知道 我也说了 直到我做这个YouTube直播之前 我是看不到小S的反应 据说他说打了针之后 现在还温温的 未能够可以有精神出来回应 好了 另外台湾资深媒体人罗友志就质疑 他就说为什么要声援小S呢? 他说小S加人民币还少过吗? 强调根本就不需要对他家里的投资和风险 带有任何喜怒哀乐的情绪 意思就是 你过去在大陆赚钱还少吗? 现在终于 给大陆的网民 你因为这种行为 而去惩罚你 你也罪有应得了 我这是不同意的 我不同意的说法 不过我只是说 台湾那边的反应 对于所谓的爱国艺人 他爱什么国呢? 既爱台湾 又爱大陆 有一种情绪在 先讲讲道理 究竟 你知道 老徐做失做节目一向都是 讲完道理 先讲评论 或者先讲政治 先讲道理 小S究竟错了什么呢? 任何词汇都必须按文化物乐 去作出理解 一个词汇在不同地方 就算好像中文 你知道了 除了中国 台湾 还有香港 还有世界各地的华人 其实一个词汇的意义 是可以 是很多元的 至于国首 这个词汇 在台湾人 通常都是用来形容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词汇去形容 是 代表自己的地方 去出赛的运动员 这个根本就不涉及到政治上的讨论 就叫做什么呢? 就不是说 台湾独立 还是支持统一 完全没有这个意义在里面 国首 只不过是 通常 是形容一些 代表台湾这个地方 或者代表中华民国这个地方 参赛的运动员 或者棋手 下棋的人 或者甚至 一些叫做医师 大国首 就是说医术非常精湛的 都会用国首去形容 所以你也看到 一个词汇的意思 是可以很多元化 要看密络 很明显 小S在这里 其实是在用一个台湾人 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 去形容 代表台湾出赛的运动员 台湾 无论你 刚才说了 你是支持 统一 还是支持台独的人 都会用同一个词 当你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支持统一 比如大S好小S好 都是支持统一的 反对台独的 他们 有一群这样的人 还有另一群 是支持台独的 特别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OK 那么 用同一个词汇的时候 你就知道 可以印证了这个词汇 是没有政治的含义在里面的 问题在哪里 小粉红是要用他们的定义 用到去传宇宙 我的定义 就是真正的定义 你们其他人的用法都是错的 或者用我的看法 你用这个字的用心 用心险我 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只有一个定义 就是由小粉红决定 用这个定义 去抹杀其他定义 抹杀文化的差异性 而这个唯一的定义 刚才所说 就是由小粉红自己决定 好了 我们再看看 这个联想 令我联想到 唐英杰的案件 唐英杰的案件也是 涉及到一个词汇叫做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时候 这个 控方的专家证人 刘志鹏 他一口咬定 所谓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就只有一个诠释 这个诠释就是推翻现有政权 而辩方的专家证人 李永宜和李立峰 就用这个文化诠释理论 去解说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是可以有多重的意思 而推翻现有政权 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 当时我相信 连老徐也是 一开始的时候 唐英杰案 我们已经觉得很荒谬 用《国安法》告他 已经觉得很荒谬 甚至认为唐英杰入罪的机会是不高的 因为你没有可能就凭一句《光时》的标语 就说他想港独 无限上光地推翻现有政权 当时我们已经觉得这件事很荒谬 尤其是普通法的传统 就叫做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所有 所以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按正常的普通法的原则 以及所谓的 当中有一些含运的义理 照计 唐英杰入罪的机会是低的 反而我当时还在想 我说 你告他这个危险驾驶更容易入罪 好了 法庭到最后竟然判唐英杰是有罪 并且重判入獄百年 这个在无陪审团的判决 一种叫做有违常识 有违common sense 什么叫做普通法呢? 普通法就是 使用common sense去判案 不是使用纯粹一条法例 有很多人就算没有法例 他也可以判你有罪 为什么呢? 你是违反了一般人的common sense 你就是犯法了 所以普通法其中一件事情 就叫做不成文法 所以陪审团是很重要的 陪审团就是用普通人的常识 去判断你究竟有没有犯法 但是今次国安大法 当然了 国安大法里面有一条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律政署可以要求取消陪审团 而法官这次又批准 所以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 就有三名法官 本来一向法官 不是负责判你有罪还是没有罪 法官在普通法的法庭当中 特别是刑事 刑事 当然 民事方面就有很多 就是由法官去判断你有罪 还是没有罪 但是那些通常是民事 但是刑事多数 法官的角色不是判你有没有罪 是交给陪审团去做 法官就只是维持法庭的秩序 而且按着法律的原则 来运作整个法庭 OK 这是一向来说 在打刑事案的时候 法官的角色是这样的 但是今时今日不是了 《国安法》就由指定法官 不要陪审团 就由他们三个 究竟他们三个有没有共同意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有陪审团呢? 重点就是觉得 法官不代表一定有共同意 因为大家为什么 因为法官很多时候 他的社会阶层 有机会去了某个阶层 是我们所谓的离地的 所以我们就说 要用这个陪审团 其实也是隐含着 法官未必真的有全面的一种普通人 当他去到一个 可能是一个上流阶层的时候 特别以前英国来说 法官是一个很上流社会的人物 就不像现在 现在就不是了 但是传统 为什么会有陪审团呢? 就是要用常人的常识 去判断 那个人有犯法 也没有犯法 好了 到最后 我想对很多香港人来说 唐英杰被判罪 并且重判 入獄九年 这是有违常识的 但是这种有违常识的事情 经常都会在小粉红里发生 刚才说小S 第二 在今次的东京奥运 也是时候发生的 在东京奥运会 很多时候都看到小粉红 怎样呢? 是因为不输的 就去查别人的桌子 好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东京奥运下乒乓球 那么 小粉红寄望甚恩 因为乒乓球一向都是中国独大的 谁知道 就在这个 乒乓混乡项目当中 这个日本组合 水谷准和伊藤美城 就夺冠 好了 至于取得银牌的中国组合 许欣和刘思敏 在后刘思敏更加留下类 并且道歉 就说自己辜负了 这个团队 刘思敏的道歉 是不是多此一句 绝对不是多此一句 为什么不是多此一句 因为他现在 他也清楚知道自己 今次的败北 会带来一个如何严重的后果 特别是那些小粉红 你竟然会输 我们是不能输的 但是 按我们的普通识告诉我们 喂 比赛不是赢就是输的 正所谓 胜败乃兵家尝试 而且说真的 你说他是不是败呢 喂 他也叫做有个银牌拿到 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 拿到银牌也是一件值得光荣的事 你看看我们香港的何思培 拿了两个银牌 你看看他感到多么高兴 多么快乐 但是 这个 中国的运动员就不是 你拿不到金牌 你随时很可能又要道歉 自己又要落泪 这种我们叫做一种变态的心理 它被视之为一种常态 正常 理当如此 如果不是这样 也不会有那么多小粉红 做一些那么多 在我们常人眼中 觉得是一些很变态的行为 这种不输得的变态心理 还衍生了一种 已经是青红世界的玻璃心 一说玻璃心 大家就差不多将形象上 画上等号就是小粉红 小小的挫败 就是当这些小粉红好 或者他所寄望 甚恩的这些运动员 只要有小小的挫败 就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就会打破他们的玻璃心 于是就会变化为一种对战胜方的憤怒 于是就会攻击对方 诋毁对方 使用矛招 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运商 刚才所说的那个项目 这个 男生其实戴了一个眼镜 因为他有一个视力上的问题 要戴一个眼镜 于是 小粉红就说 你这个眼镜其实是 使得速度减硬 就是使得可以 可以 打得更加准成 他可能反映出 他们对日本的科技实在是非常有信心 又或者对东京奥运会的裁判 非常没有信心 觉得没有染过眼镜 于是这些小粉红就涌入这两名运动员的社交媒体 留下一些不堪入目的留言 但是人家始终都说 这些日本运动员 心理健康 比起小粉红是大 所以人家说不要紧 不会影响我一厘米的心情 好了 除此之外 还有 小粉红的玻璃心 又在另一个运动里 叫做体操 同样地 为什么 因为体操就是 他们觉得赢硬 怎知道突然输了 就会觉得很丢脸 所以又有很大的反应 这个叫做桥本大辉 这个是日本的选手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个人全能项目 在最后一项的下降 以超级差距逆转性 这个中国的选手 萧若藤 就为日本 就抱回一个叫做金牌 就因为 只是因为桥本大辉 抱歉 桥本大辉在跳马项目疑似落地时 脚跨出界 引来大陆网民的不满 他们在赛后涌入桥本的IG 这次抨击这个桥本是日本国耻 偷奏了萧若藤的金牌 这些小粉红 其实我不知道你在朋友圈子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那些人 就是输了就赖地硬 那些 用放大镜看你所有的动作 就是 你就在这里 你出信 或者这里才是让你赢 要不然 就是我们赢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认不认识的是 既是霸道 就是刚刚所讲的 定义只有他那一人 你其他人都是错的 只有他的道理才是道理 其他人都是错的 不输得 输了就会抵赖 不认输 还要诬告 对手是屎诈 或者是评判 不公平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这些人 通常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结交了之后 你就会慢慢疏远他 我们叫做避之則吉 避之由恐不及 就是对于这些人 但是今天的中国 以及他所代表的人物叫小粉红 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就是这样的 霸道 只有他们的道理才是道理 其他人都是错的 不输得 输了就会抵赖 不认输 还要诬告对手屎诈 和评判不公平 这些就是小粉红的一些正常行为 上态的行为 大家要懂得听 什么叫正常 其实是不正常的 但是由于 在小粉红身上 你经常找到这些行为 而且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 在他们的心态上 这些才是正常行为 如果你不是他们这样的行为 你就是不正常了 这就叫做《飞越风人院》那部电影所说的 究竟谁正常 谁不正常呢 我们刚才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 你就会被知侧吉 不过过去很多人就会遷就这些小粉红 因为他们的市场很大 大陆的市场很大 小粉红的市场很大 于是就所谓的叫做贵地弃猪娜 看钱份上 先讲讲 为什么这个成语叫做贵地弃猪娜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是猪娜 不是猪公呢? 为什么要贵地呢? 是不是真的贵在地里喂猪呢? 这里就拆开一下 就讲一下贵地弃猪娜的俗语 广东话俗语 其实原来 中国的农业 都是以养猪娜 为主的 猪公就用来配种而已 为什么会养猪娜呢? 其实你想想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下次其实这些可以拿来 这些中国俗语 可以拿来做IQ题 因为猪娜会生猪仔 很简单 猪娜的作用比猪公大 猪公就只要来配种而已 所以猪公就非常开心了 几只猪公就和几百头的猪娜就在配种了 所以就叫做 先首先说农场就是以猪娜为主 至于所谓的贵地 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 一个阴上的错误 当时叫做猪圈 就是叫做圈地 说着说着就变了贵地 其实就说在猪圈里去喂猪 气是哪个气呢? 食字边做过生气的气 其实就是喂猪的意思 贵地气主要就是在猪圈里去喂猪的意思 好了 说完这个广东话 续语解释完之后 中国人一向 过去一段时间 经常被人觉得他财大气粗 一句我们听起来 非常粗皮的说话 本来应该是用暗示的方式 不要明言的方式去说出来 但是中国人可以说得非常理直气壮 无论你是官商 官商 民间 都是说得非常理直气壮的 那句说话是什么呢? 那句说话就叫做 吃我吃炸问得翻 不应该炸我问得翻 这个就是 无论你在大陆的官员 可以在外交的场合 可以朗朗上口说这句说话 这个是王丽 其实呢 这句说话是非常非常粗皮的 那而且呢 如果你说 哎 这个照计呢 都是一种人生 会有的一种的现象 就是说 喂 你在那里做生意好 玩吃好 那你就会是 尽可能就 conform to 那个地方 一些的习族 诸如此类 是对 是有这些 但是这个 这个 吃我们的饭 不能扎我们的锅 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没说这句说话真正的意思之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在其他国家 其他人民 就是国家的人民 有没有听过一句这么粗皮的说话? 你来我们这儿找吃就要听我们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听过呢? 我就没有听过了 先进文明国家 信奉的是什么?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爱不爱国的自由 这些都是你的自由 我 不会因为你这件事情 而去决定 能不能跟你做生意 请不请你做我的员工 你去到就算美国好 英国好 找工作 有没有人会问你 你爱不爱英国? 你爱不爱美国? 会不会问这个问题? 完全无关闻子 我最考虑的就是你的工作能力而已 做生意是什么? 做生意看是没有钱赚 双方是不是有利 别人看的是这种 并不会以这种作为威胁 要任何人放弃这些自由 才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吃 是没有这个道理的 也不会因为一些政治主张 去呼吁 就是国民不会因为某些政治 你个人的政治主张 而去呼吁去惩罚你 或者去惩罚这家公司 当然在这里说到这里 如果真的有五毛小粉红在看《老徒》做节目的话 他就会说 不是啊 你看看我们新疆 现在全世界都在 呼吁惩罚我们新疆棉 你要明白一件事 人道 跟政治是无关的 这是普世价值 这个跟政治是无关的 我应该这么说 这个是跟政治主张无关的 新疆棉 别人去呼吁不要用新疆棉 是因为 你是违反了人道 人道就是普世价值 是无法适合的 跟所谓的小粉红所说的 吃炸我们的饭不能炸我们的锅 是完全两码子的事 好了 我再说回道理 道理是什么呢? 究竟什么叫做吃我们的饭 吃我们的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包括了 别人来这里工作 做生意 做交易 究竟是不是吃你的饭? 这是一种以劳力 智慧 产品 服务 去换取一个金钱回报的活动 我们这叫做公平交易 不是黑 也不是你送东西给我的 不是我不用工作你送给我的 而且很多时候 这些公司好 这些人 所提供的服务或者产品 是对接受者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是有帮助有改善的 就是说什么? 别人卖东西给你 别人去你的地方工作 其实是提升了你这个社会 整体的水平 包括演艺圈也好 经常说别人吃你的饭 你要想起 特别是起初的时候 你没有香港人进来 无论提供各种工作 就是帮你 起初的时候 再说远一点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人怎么 带很多物资进来 好了 接着八九十年代是什么? 把很多的专业知识 透过来工作 离开公司 带给你 这个是什么? 吃你们饭 我不要说到 好像我们香港人过去一段日子 好像你们那样高尚伟大 你们经常用这些连词 来说一些本来纯属交易的东西 没错 香港人过去 都是进来工作 但是 我们所带进来的那种知识专业 服务 全部对于中国的发展有所帮助 好了 现在 中国富起来了 小粉红富起来了 于是就要求人家怎么? 要用一种叫黑 和跪地的姿态 来中国土饭吃 同时 又要别人 将所有的技术 know how 和科技 双手奉上 继续踢别人出局 这种 才是真真正正的叫做什么? 用你们的说话来说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叫做 吃人家的饭 扎人家的窩 现在正确实是中共正在做这件事 除了偷别人的科技之外 还要威胁对方 你要将所有的know how skill set 科技 交给我 起初就是你做大股东 后来到这么长一刻就是你做小股东 究竟谁吃人家的饭 扎人家的窩呢? 不过 即使 你肯放弃人性尊严 以及跪地弃朱那也好 也不保证你一定有饭吃 为什么呢? 没错 答案就是方丈的人是很小气的 即使你愿意 用他要求的贵地姿态 对土饭吃也好 但是 由于方丈的人是很小气的 你有些东西 不符合他心意的时候 你的代价就非常大了 来说回小S 小S是台湾著名的爱国艺人 他既是爱台湾 也爱内地 当然了 他所爱的我相信 就是跟市场有关 两边的市场 都爱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也完全 没有任何对这种 叫做态度的非议 绝对没有 好了 问题是 今时今日 小粉红要你的 只能爱内地 怎么爱呢? 就要爱到要支持 中国内地的运动员 爱到怎么办? 即使台湾运动员 赢了奥运比赛 你不能够欢呼立善 还有什么? 爱到怎么办? 如果比赛是中国对台湾的话 你作为台湾人 你要支持中国 你要向台湾队学赌彩 你能不能做到? 但是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今时今日 你以为 起初的时候 没什么 我只需要在政治上 不要说 起初的时候 不要表态 对于这些雨伞运动 这些反修例运动 我不出声 叫做明节保身 傻了 这个叫做什么? 我用一个比喻 凡事都总有代价 譬如你请鬼上身 起初 没有了 请鬼上身 或者加入黑社会 有共通之处在哪里呢? 哇 起初的时候 甜头很好啊 哇 啊 请鬼上身 事事顺利啊 想要什么有什么 黑社会也是啊 哇 很威力啊 加入了黑社会之后 黑黑白白可以 所以 因为我有一群人背双我 但是 这些全部都会有严重的 到最后你要付出的代价 啊 请鬼上身 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虚弱 因为 他要吸你的精气啊 你即使很顺畅也好 但是呢 你就要 拿你自己的健康去换 甚至呢 慢慢一步一步 他要你做很多事情啊 这样 黑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样 之后呢 你甚至要拿一条命啊 黑社会 所以我记得 很久很久以前呢 我读过一本经济学书 很出名的 叫做 Undefendable Defend the Undefendable 好像叫做 其实是经济学书 他说到呢 如果算成本代价呢 其实加入黑社会呢 成本代价是很高 很高 所以呢 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加入黑社会是一个很傻的行为 今时今日 你如果你说 你要做 要求求这些所谓的 爱国小粉红 你要想吃他的饭 首先第一 你的姿态要很卑微 第二 这些小粉红对你的要求 是会越来越高 要你做一些违反人性尊严 违反common sense的事情 越来越高 刚才我说了 因为 那个叫做定义权在他那里 你不符合他的定义权的话呢 他就不妥理了 你就看到小S的下场了 我在起题的时候 所谓的吸爱国策的启示 其实我不是代表我现在说小S是爱国策 因为我对小S不认识不了解 不过我是用他来作为一个启示 就是说 你以为你现在今时今日 你是可以去讨好这些小粉红 去讨好 我这么说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 不过作为一个比喻 不要这么认真 讨好一些港女 很刁蠻任性的港女 你就拿苦来生 因为到最后 你也不会讨好他 到最后 你也会踩到他尾巴 我说小薰熊 到最后 你也只不过 而且尤其是大家要明白 这个 无论是黑社会 也是一个比喻 不要这么认真 无论是黑社会 他最討厌的是什么人 二五仔 他视你为自己有 谁知道原来你是一个二五仔 黑社会对二五仔会如何 非常残酷 无情说 因为你是我的人 但是好像说 现在你看到 他对于过去一些 在反送中运动的过程当中 articulate的人 他是会对付 但是怎么样 他根本一早就已经不是在你那边 那你站在我的对家 是吧 那我就要看看我对付你 政治效果 我想要拿一个什么政治效果 但我不一定会对付你 我要拿一个政治效果 而且这些 我讲演艺人 讲这些演艺人的时候 他一早就已经不在大陆市场里搵食了 那些所谓把柄 没有那么多在中方手上 但是 如果这些外国策艺人 有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你得罪了方丈 你就有很多把柄在他手上 他适当挑一挑 要罚你几十亿 说你瞒税骗税 抓你入监也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过去 你以为我是你的人 所以你可能在里面的行为 就会越来越张狂 你觉得不会有事 那怎么知道 其实呢 人家就已经 逐一把你的罪证 就已经 写下来了 有朝一日 无论是为了要有政治的利益 或者是刚才所说的 因为你有些东西得罪了方丈 方丈说要对付你 任何理由 你都会死得很惨 好了 所以今时今日 你应该怎么做人法呢 这个就是一个 到最后我想说 你现在 我都说 你跪在这里找食 都不够了 现在 你所谓的跪地 弃朱那 这个日子过了 今时今日 你如果在中国里面找食 这段日子也过了 就是你以为 我在政治的事上 不发言 不表示立场 不行 你一定要表示立场 OK 你一定要做护其手 好了 现在不止 你也要 要做出 违反 常识的行为 违反这个 因为我们叫做变态 你要做一个变态的人 你一步一步走下去 你就要做变态的人 好了 所以你现在 基本上 你作一个爱国策 你就要开始衡量 你之前所想的代价不是这样的了 现在的代价 将来是一个无底心痰 好了 现在 加上 美中国力战的情况之下 你 好像小S那样 我小S 我没想到 究竟到最后 他会怎么处理这个危机 究竟向小粉红道歉 如果是这样 他肯定就丧失了台湾的市场 我不知道香港市场有多大 我不知道 大陆市场当然大 很大 谁不知道大陆市场很大 如果他只要向小粉红道歉 对不起 小粉红未必会原谅你 因为小方丈 那份人是很小气的 他未必会原谅你 所以 现在 整个世界的形势 就是 你要决定你做一个人 你要做一个鬼 是时候要决定的 所以 我自己觉得 如果我现在是三十多岁 要充斥的时候 老实说 我直接是不想中国市场 我纯粹说一个 客观上面的一个 叫做 去判断 究竟 我的生意 应该怎么做的话 我是直接 不会 考虑中国市场 虽然我过去 都是 在中国里面的生意 是很小 很小 我直接放弃这个市场 因为为什么 风险太大了 我都想说说 其实 这个意识 是很重要的 这个意识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要尊重人的自由 我们要自己尊重 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 我们当 和一些 为什么我对小S 我不会有太多的恶言 在他身上呢 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 我们也要 我们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有对别人的尊重 尊重他的自由 是不是 我不是他肚里面那条虫 所以我不会知道 究竟他过去 所谓在大陆 找食 是用一个 如何的姿态去找食 诸如此类 每个人 每个人 有他自己 思想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行动的自由 只要他不干扰别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不会用 这种 因为他的行为 跟我不同 所以我们就要杯葛他 我们不要做回小粉红的事情 不要做回小粉红的事情 其实如果 如果follow老徐的 无论是Facebook YouTube 不久的话 你发觉我是完全 甚至Facebook 我没有分享过任何的 叫做 呼吁杯葛一些 艺人 呼吁杯葛一些企业 我是不会做的 但是我会呼吁支持支持 支持黄店 支持自己有 这个我会做 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大家 围绕好 或者大家互相支持好 这些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要做回一件事 用政治的主张 大家不同的政治主张 然后群起工资 无论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企业 所以我是会 分享一些支持黄店 的铁文 但是我是不会分享一些 什么杯葛蓝店 这些 那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 你喜欢吃蓝店 就喜欢吃蓝店 我又不会说 因为有些人 光顺了蓝店 哇你在香港光顺了Starbucks 哇你有没有搞错 你这样也做得出的 我认为这些的 我自己本身 已经陷入了我们自己所批判的东西 就是 你吃我的饭 摘我的窩 不行 所以我不可以 我去帮顺你 我也反对别人去帮顺你 这个就是我所 我觉得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有时 不过政治上 一个这么撕裂的状态之下 有时 我们自己也要留意我 有没有一个 同样的思想 在这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差不多了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和收看 希望 明天再见到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